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题目 昨天说了望远镜的部分 那这是一个例题 他问望远镜 他到底哪一些功能 三个 第一个 放大率 告诉了你 两个东西相除 那放大 最一定是 大的 背 小的图 所以虽然我这里的公式写了 陆镜跟 目的的焦距 两个相除 如果你忘了 你只需要去见识 大的除以小的 出来的笔子才会大于 1 可以吗 所以 我这里写了 陆镜的焦距 除以 目镜的焦距 那要提醒你一件事情是 他如果给你一个表格 长长单位 不一样 你不要看错 因为 昨天看到的那个镜头本身很长 代表 目镜的焦距很长 通常以公分为单位 而 可以替换的目镜很短 那么短 那么短 甚至更短 所以他的焦距通常用 2 2 为单位 先提醒你 所以到时候呢 如果呢 在看这个题目的时候 单位也要看错 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 聚光链 光 就看进来的光线 来自遥远的恒星 当时告诉了你 进来的光线 来自遥远的恒星 我们看看上天的符号了 来自遥远的恒星 所以光线是这样子的进来 就看这里的今天 到底有多大 你容易忘记的是 记得它是一个远行 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很单独的去看 这个镜头本身 这个物镜本身的 口径 而已吗 不行 拍R平方 那个平方 意思也就是说 圆 它应该是一个平方的倍速 也就是说 聚光链要看的是 刚才的那个镜头本身 到底来多少的光线 所以要看面积 因此 这里记得 不是口径 等于次方 而是平方倍 好吗 万远镜的第三个功能 这里解析力 这个题目没有问 但我们还是会恶记忆 解析能力 解析力越好 越棒 越佳 通常是 假如有一点小小的变化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跟神有关 口径大小 雾镜本身的口径值的大小 如果口径越大 当然就解析能力比较高 解析力比较佳 所以我们希望把万远镜用的口径做得越大越好 但成本就越高 那么有时候会再告诉你的是 望远镜不会指向刚才看到的画面的单口望远镜 因为它能够看的叫做可见光 所以呢 有时候它要问你更多的是 如果用无线电波 用其他的波段呢 就不是只有考虑口径值大小 还会牵涉到可解析的角度大小 它又应该入色的波长谷吧 那个改天再说了 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本身吧 它问两件事 第一是 放大倍率就对应到刚才的放大率 物径跟物径两个相处 第二个聚光力就对应到刚才所谓的 物径的焦距 物径的口径值的平方倍 所以再问这两件事 那么 用一有一个表格 分别是不同的望远镜 所以我刚刚也就提醒了一件事 大会可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先来看彼此的单位相 物径的直径 指的就是它的口径值大小 就是刚才讲的那个 物径它到底有多大 通常它有时候用直径 有时候会用口径 一样 第二个它给的是物径的焦距 进的单位公分 目径的焦距单位mm 那么 这里的话你可以发现 物径的焦距只有写一个 意思也就是说 物径可以换来换去吗 不行 它是固定的 这一片你不可能把它挖出来换来换去吧 你有机会换的是这里的木径 有机会换的是它 意思也就是说 木径可以有很多个 所以可以看到这里有6mm 12.5mm 25mm OK 所以呢 木径才是可以换的 那么这里呢 为了夹一柄三个 我们只需要看一个 因为算法都一样 就两个相除 所以我旁边这里写了 如果针对于针 以柄类似 我没有再写其他的文字描述 所以呢 针你说放大倍率最大是什么呢 直接物径的焦距 80 单位Cm 变成mm 除以谁 除以他的木径的最小的 才会放到 倍率最大吧 所以我再把它给放的更大 所以记得他的 木径教具 一个是6 最大的是25 意思也就说 我这里的柱 一个柱的叫做 6 一个除的叫做 25 但记得单位 把它变成相同单位 这样可以接受吗 可以可以 所以我这里才写了 除以除最大的倍率33 最小的倍率32倍 那你通常用的时候 你要怎么用 从放大倍率小的 慢慢再看得更仔细 更清楚再细用放大倍率大的 就如同一开始就用单头望远镜看吗 没有 一开始用什么镜 寻心镜先找目标物 有意向吧 有 一样也是一样的道理 第二个他问的是什么呢 聚光力 所以聚光力跟焦距无关的 所以呢 你可以发现 这里在问的 比较 直接看一个东西 口径值大小 所以呢 口径值大小 一样配合用力的表格 你可以发现的叫做 8 10 12 5 所以呢 最大的应该就是 12 再来 10 一类推 这里有一个特殊的是 奇怪 丁怎么只有给一个数字 没有给目镜焦距 也没有给目镜焦距 我猜 它的目镜焦距 没办法动 目镜焦距 也没办法动 意思 它是我们昨天说的 单头望远镜吗 不是 可能是它 看小鸟的 双头望远镜 对 看小鸟通常用它 双头望远镜啊 好吧 或者你做坏事 有时候你用它 去看遥远的窗户里面的人 我正在用力把他的名字 讲得出来 来 那这里呢 反正都看到它了 它写了一个7 写了一个50 通常两个数字 7代表的是 放大倍率 50代表是这一个 口径值大小 单位 这里写了 50mm 应该是5公分 那不论如何 口径值大小 5公分 意思也就是说 刚才的表格 它 也许口径值大小 就叫做5公分 所以呢 就没有给右边的 木径跟木径的焦距 这样可以接受吗 可以 所以呢 我在下面 这里呢 它们的比较 我都写了平方倍 就是刚才讲的聚光能力 是看它的面积 所以我给了平方倍 那不论如何 这里还是在提醒你的事 它在问你的叫做 望远镜的功能 主要望远镜有三个 放大倍率 聚光力跟解析力 放大倍率 物镜物镜两个相除 聚光能力 跟物镜的口径值的平方倍 成正比 解析力 口径值越大 基本上 解析能力越好 除非用个不同的 电磁波 先到这里咯 好